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10月12日授权为5岁以上的儿童提供更新的新冠疫苗加强针 寻求在可能到来的冬季浪潮之前提高保护力 新版加强针被修改为针对目前最普遍和最具感染性的奥密克戎变种 辉瑞公司的加强针面向5至11岁的儿童 6岁儿童可接种莫德纳加强针 此外,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·福奇时日曾表示 变异新冠病毒仍在传播,加上流感剂的到来 美国面临流感与新冠病毒同时激增的双流行局面 不应放松对新冠疫情的应对 美联储10月12日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 倾向于短期内实现加息至针对美国经济具有限制性的利率水平 纪要称,与会者们认为需要采取行动以便维持限制性的政策 几名成员认为需要较准美联储的紧缩行动 以缓和风险 官员们强调,哪怕美国失业率上升,也要维持当前的加息紧缩货币政策路径 官员们称,将在某个时间点放慢加息步伐 据KTLA10月11日的报道 据洛杉矶县政委员谢尔达·索利斯发布的一份通告称,洛杉矶县公共社会服务部为18至24岁的年轻人推出了一项为期三年的保障收入试点项目 该试点项目将从申请人中随机选择300名受益人 在未来三年内,受益人每个月可获得1000美元 这些钱的用途不限 申请人目前必须在参加General Relief Opportunities for Work或GROW计划 GROW计划旨在帮助过度年龄青年寻找工作机会 许多参与该计划的人的教育和职业经验有限,面临着重大的生活挑战,如无家可归 根据通告,保障收入项目已被证明可以减少收入的波动,改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,并提高一个人获得全职工作的机会 俄罗斯方面已确认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事件的组织参与者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月12日表示,袭击事件的主谋是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 此外,俄方已查明参与袭击克里米亚大桥的12名共犯,其中8人已被拘留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告示称,爆炸装置被伪装在22个托盘的建筑用巨烯薄薄膜卷中,总重量为22,770公斤 8月初,从奥德萨海港运到保加利亚的鲁塞时,又辗转格鲁吉亚,亚美尼亚等国进入俄罗斯 于8日6时03分在克里米亚大桥上实施了爆炸 对该起事件的调查工作目前仍在继续,其组织者和参与者包括外国公民都将被依法追究 自10月11日起,日本将放宽边境管理,恢复个人自由行和免签访日,同时取消美日入境人数上限 日本当局希望通过此举在短期内振兴日本旅游业以提振经济 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处于25年来低点,再加上通胀相对温和 赴日旅游对部分外国游客而言具有吸引力 陷入能源危机的欧洲,10月12日再度传来坏消息 继北溪天然气管道泄露后,俄罗斯向欧洲多国输送石油的友谊管道一条支线存在泄露点 相关紧急部门已迅速赶往事发现场对局势进行评估 确保周围安全并展开修复工作 人生的近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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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生在离联系上 静谷